這個圈是地球其中一個最神秘的地帶 過去幾千年 前人是憑著驚人的冒險精神 將未知領域逐一解封 但偏偏在自己的家 依然有個地方至今未能夠完全攻陷 人生存第一個挑戰這片極地的 是一位希臘譚験家皮西雅斯 在公元前330年 當他回航回到地中海 和鄉民分享有個叫陶納的神秘地域 他說這個地方一個晚上長大半年 有一望無際的白色風景 結冰的海洋、白色的雄人 還有其他奇怪的生物 當時都沒有幾多個信他講真 這不是第一次的航空音 而是其中一位最嚴重的 探索北極雖然狗死一生 但歷來引來一個個探險家 賭上自己的命都要冒死登陸 北極雖然看似很遙遠 但其實這裡的氣候變化 間接不及全世界 我們這代人 除了會見到幾千公里外的海島 從此消失 也同時會見證前所未見的機遇解封 為了分一杯羹 很多大國已經各自密謀勢要搶佔一席之地 Canada is to lay claim to the North Pole Russia planted its flag right on top of the North Pole 究竟北極其實是屬於哪個國家的呢 在雲雲大國之中 哪個最有望可以稱霸這一場極地爭奪戰呢 這場地人們都不會絕對出了一地 而是一個影響於全世界 高東東是力量的 在建築地上的21世紀�戰,冷戰 上升康了高地下 高地下人 各位不正常呀 大家好 我是明仔 過往做不正常人類 由東到西都介紹過這麼多地方 但有個神秘地帶一直無不提及 看完今集你就會知道 北極是一個怎樣的地帶呢? 為什麼這個這麼平靜的地方 將來會變成冰家必爭之地呢? 哪個國家又有最大的話語權呢? 如果我們用上上帝視覺 望落地球的頭殼頂 會看到這個畫面 以北極為中心的北冰洋 有540萬平方英里 差不多整個俄羅斯那麼大 這一片海被8個國家包圍 當中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格陵蘭和挪威 五國的海岸線都是連接著北冰洋 過往這麼多年 北極都沒有成為大國爭霸下的戰場 畢竟這裡白癌什麼都沒有搶回來拓 再者,只要在這裡生存已經夠艱難了 還要行軍,你打完我的那份 即使在冷戰高峰期 美蘇就算在外面鬥得出面 但是入到這個圈局勢 再緊張都被冰封住 連蘇聯都有形容過 北極是一個和平區 不過來到21世紀 這個和木共處的狀況 很快就迎來一個大轉變 全球的溫度都像這樣 每季都像這樣 但今年的高溫度 意味著它更加活躍 任何人都能記憶 但另一邊商 對北極國家來說 這一個景況 可能好像中了六合彩 事關北極解凍 人類終於可以採集到 之前一直被冰封住的天然資源 科學家估計 整個北極圈是殞藏了900億桶石油 相當於全球未開採石油的13% 另外也有天文數字這麼多的天然氣 可能是佔了全球總量的三成 除了能源 還有魚 礦產等等 可以說這個地帶收藏了無數的金礦 誰幸好中到jackpot 都有望一夜之乎 雖然這些寶藏 已經足以令周圍的國家流口水 但他們最想得到的 可能是這個 海邊溶化也等同開通了新的航道 被貨船暢通無阻地走 其中一條叫北方海路 沿著俄羅斯的海岸 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大洋 另一條穿越加拿大北的群島 叫西北水道 兩條路都可以說是大捷徑 怎麼這樣說呢 假設我們要由西歐去東亞 最傳統的路線就是繞過非洲 經過好望角 再上回亞洲 至少都要一個多月 到十九世紀 人類為了抄小路 硬掛了一條蘇伊士運河出來 路程短了兩三成 可以省一個多兩個星期 但現在這條北方海路 可以再短多十天 不只省時間 還省油 而且海洋水深過運河很多 可以給更大價的貨船通行 採到更多的貨物 在2017年 一個俄羅斯的油艦艦艦 逛了河洲 without needing an icebreaker 目前這兩條航線 每年夏天都有段時間 已經沒有海兵 是不用破冰船護送 都可以行 如無意外 在世紀末之前 北極的夏天 將會完全用兵 甚至有人估計 最快在2035年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到時可能會發展到一條 穿過北冰洋中心的巷島 科船行島 戰艦試營都可以巡航 所以對北極圈國家來說 無論是掘金還是國防 都有無可估計的價值意義 這個大筍盤很快就引出周邊的國家 出來爭飯吃了 但我們怎樣可以斷定到 北極是屬於誰的呢 目前這裡的國家領海邊界 是這樣 按國際慣例 每個國家海岸對出200海里 都是他們的專屬經濟區 裡面的資源又不拿不拿 那藍色以外的範圍呢 這些是公海 是不屬於任何人的 但你可能會想 喂!這麼大塊肥豬肉放在口邊 不領著它 怎麼對得著天啊 這個都是人私常情來的 那就要用一些創意了 Extending from our coastlines Lying beneath the sea Is an extension of our country called the continental shelf It determines the new borders of our country 其中一招 就是將自己的領海加長 怎樣加 假設這一片就是你片陸地 而對出呢 就是個海 你片大陸呢 會沿海一直延伸開去 直至到達海藏 而中間被水蓋過 但是未到達海藏的部分 我們就稱之為大陸架 關鍵就是這裡了 海底哪些地是大陸架 去到多深才算是海藏呢 要由科學家定斷 所以如果你想將專屬經濟區 伸出本身200海里範圍呢 就要證明到 這些大陸架 都是我的領土來的 只是被水浸著而已 如果其他國家都接受你的說法 我真的恭喜你了 你就可以擴大自己的專屬經濟區 有權陷探那裡的天然資源了 好了 大陸架解釋了 那目前哪一個國家 有條件搶這一塊肥豬肉呢 Claims of ownership and sovereignty are already being tested in these new open waters 有五個幸運儀 俄羅斯 美國 加拿大 挪威 和丹麥 各自經已公開宣稱 擁有北極地區的大陸架 但是就有個問題了 不少部分是重疊了 換言之 是存在領海爭議了 不過這些領海爭議呢 至今都被冰封印住了 所以其實就no big deal 只是象徵式宣示主權的意思 但是今時就不同往日了 隨著冰化融化 這一片極地的戰略意義慢慢浮面 大國不再留於口頭勇武 而是做實事去霸地盤 當中胃口最大的呢 就莫過於俄羅斯人 Russia is pushing rapidly into the region with aims to control it before anyone else 普京自01年開始呢 經已向聯合國申請了幾次 說北極這210萬平方公里的領海 和裡面的天然資源 通通都是屬於俄羅斯人 作為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國 和第二大天然氣出口國 俄羅斯很清楚手押能源的重要性 和其他大量的電線 連接到其他鄰近 俄羅斯可以從外面的影響 除了其他附近的影響 普京就知道了 西歐很多競爭對手 都倚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 拿著這區的天然資源 等於拿著對手的春袋 所以早在2007年 這隻北極航已經派了兩架潛艇 潛入北兵人對落 4公里的海藏 插旗 在北極航上 俄羅斯正在做一個很堅強的動作 在海洋海上放在海洋海上 除了這棵領海 普京對另一個地方都特別感興趣 這裏是斯瓦爾巴群島 是地球上有人類定居 最北的地區 雖然屬於挪威 但如果你看真點 你會發現這個島 離奇地有很多俄羅斯人 大部分在礦場附近聚居 如果你以為俄羅金舖 又是因為天然資源的話 對一半 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航道 其實俄羅斯雖然面積很大 但一直以來 這隻北極熊是被地理困住了 幻想一下 如果俄羅斯的船 要巡邦羅的海出大西洋的話 可以走這條路出來 但途經這個平頸位 就要問一個丹麥和挪威 是否要先 有喜事上來的話 這兩個都是北約國 隨時可以把你的水路封印 那由北面海路出呢 都死 由這個位出來 條路更窄 走出180英里水域 就馬上碰冰了 就算出島來 都還要過這一關 有格陵蘭 冰島 英國聯軍的戰機 船 潛水艇 在等著你 俗稱北約的Q zone 這些就是俄羅斯面對的困境 也都解釋到 為何俄羅斯這麼重視 斯瓦爾巴群島這個據點 因為同時可以看著 這條這麼重要的北方海路 雖然這個島是屬於挪威的 不過根據1920年的 斯瓦爾巴條約 但凡簽國約的國家 都可以免地在這裡生活 或者開發這片土地 而任何國家 包括挪威在內 都不可以在當地 建軍事基地 所以近年 越來越多俄羅斯人 來到這個島嶼居 搞煤炭生意 虧本都沒問題 反正醉雍之以不再走 俄羅斯人除了在這裡 谷人口之外 還懷疑安插了間諜 而且是非一般的間諜 在2019年 挪威海岸就發現了一條白蝵 它就固著背帶 裝了一隻高度腳架 上面大大隻字 寫著聖彼得寶 不少人推測 這個間諜 是由俄羅斯 訓練出來拍vlog 俄羅斯當然就死口不認 還反駁說 你當我傻的 做間諜還藍著名牌? 我的名字是D Gandy 好了 北極的資源和航道都解封 人人都想分一杯筋 但持有野心是不夠的 到頭來都要看哪個拳頭大 那這一區哪一個是最ready呢? 眼見這隻北極和野心勃勃呢 其他國家都不敢大安止意 要買重保險了 Norways aging F-16s On 15 minute alert 24-7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譬如挪威 都開始將外交焦點轉移到北極 包括將軍事中心 由南部移上北 還特地建立了一隊 專門在北極作戰的部隊 連美國、加拿大等等 都開始加強在北極的兵力 定期在北極地區做軍事演習 規模還越來越大 不過這些動作 相比俄羅斯 就too little too late 俄羅斯面對北極圈的海岸線 是長達24000公里 自然都會加重兵力了 自2005年開始 他們已經重海了至少50個蘇聯時期的軍事基地 包括13個空軍基地 10個偵察基地 和20個沙站 對比所有北約國家加起來 是三對一 遠遠拋離對走 不止俄羅斯還現代化了一隊北方艦隊 追加了可以發射遠程核武的潛艇數量 以及開發可以避過防禦系統的高超音速導彈 它還在用全球最大的破冰船 可以剷過10呎深的兵塊 拖著7萬噸的遊船都不成問題 相比加拿大的18架 丹麥7架 美國5架 挪威2架 俄羅斯呢 超過50架 是全球最多 在俄羅斯這一區的兵力 是世界之冠 而且行常地在北極圈進行軍事演習 就算在俄羅斯戰爭期間令到經濟受挫 普京都沒有減股 繼續在北極圈擴大軍事實力 顯示到普京有多體重這一區 專家估計 論下這片極地的戰鬥力 西方國家如果要亡羊堡路追上俄羅的話 最低限度都要10年時間 北極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有另外爭議 包括美國和加拿大 美國和俄羅斯等等 一條片講不完 而主導著這些主權問題的 是人類的渴望和恐懼 渴望可以解鎖航道 渴望天然之源 同時懼怕如果你不搶的話 對手就不會跟你客氣 曾經北極全靠這些兵快保護 才沒有令這區變成戰場 但全世界升溫 局勢都將會升溫 這個世紀所解鎖的 並不只是新的潛在機遇 就連新的陳年衝突都可能會全面解封 多謝各位不正常人類又陪多我們一集 喜歡這類題材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團隊 在留言結尾加個暗號 一個雪花emoji 我們的新系列Low Pin 昨天已經出了第四集 繼續和重量級編劇監製 談談電影發展 有興趣的話 按右上角那條link 另外不正常研究所要expand 急需要有火有talent的人才加入 如果你喜歡Office 有standing desk 無限量的喊茶供應 還有上班想聽我唱K 可以按資料欄裏面那條link報名 走之前記得like subscribe和按下旁邊的鈴鈴 我每次出新片的時候 就會成為第一批收入訪的觀眾 思考題 全球暖化對北極國家來說 是幣多於利還是利多於幣呢 最後如果激進新常態 客觀反而而弱端的話 我們不妨激進地客觀 未來會改造大陸 只 makan用身通知 還可以改造大陸 人數字幕